国内的纯视觉自动驾驶都已经到什么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使用自动驾驶跨城的测试 从苏州开到上海 全程使用自动驾驶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最终测试的结果 兄弟们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从苏州开到上海全程使用完全自动驾驶 并法规的要求 我的双手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 我们开启这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时候 屏幕上有一个紫色的方向盘 它会显示一个PPA 这时候就说明完全自动驾驶已经开启了 看看现在自动驾驶跨城到底能不能行 我开的这台GG01使用的是纯视觉的自动驾驶 我发现这台车的完全自动驾驶 在高速上偏向于走快车道 前面有一台车速度比较慢 只有100左右 这时候GG01的自动驾驶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后面有车 它在避让 刚刚后面有车过去 但是我估计它还要在接下来还要变道 这个自动驾驶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激进的 变道超车平云流水 我估计它超完车以后有可能还会变回快车道 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变回快车道上面去 果然变了变了 还是要变到这个快车道上去 我们现在已经看了大概70公里左右 全程没有任何接管 我们现在要换高速了 大家看现在还有1.9公里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最右边的车道变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更换高速变道是不是顺利 还剩1.5公里 但它现在还没有走最右边的车道 我们看它什么时候开始变道 1.4公里 1.3公里 1.2公里 在1.1公里的时候 它已经准备开始要变道了 我们看一下这次下车道是否顺利 到目前为止已经70多公里 我们全程没有任何接管 还有300米就要下车道了 它的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马上就要自动进入车道了 虽然这台车没有雷达使用的是纯视觉方案 但无论是上下车道还是在弯道里 别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扎实 而且非常稳当 三城开启了100多公里 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 但我手一直没有离开方案盘 随时准备接管 但是我的紧张和担心似乎有些多余 它最终还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安全的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上海的目的地 我们从苏州的高架开启的完全自动驾驶 全程只在高速的下车道口 收费站的地方接管了一次 小伙伴们你们能相信 现在从城市到城市之间 已经可以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了 不得不说 真的很牛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